5月8日到18日 吉台之牧师作为讲师 前往中东三个国家宣教出差 第一个行程 在阿联酋沙家举行一场 幕会者研修会 研修会之前放映了全能DVD影像 并接受了万民的事工 随后讲师吉台之牧师 以全能的做工为题的话语 向与会者们介绍了通过深奥的属灵之道和全能 为全世界中灵魂开展事工的主任牧师 并且嘱咐在场的幕会者们也要装备属灵之道成为成就全能事工的主仆人 第二天5月10号 在巴西尔巴哈多尔牧师担任的圣灵国际教会引导了礼拜 圣徒们聚在一起 一同献上了赞美 准备做礼拜 讲师吉台之牧师已住在光明中 就是祝福为题正道 随后用全能手帕为圣徒们做祷告时 圣徒们做见证将荣耀归给了父神 吉台之牧师和金顺武长老来到这里 让我得蒙了很多祝福 万民把全世界无数的灵魂引领到了神的国度 我相信父神必有向着万民和理在洛牧师极大的旨意 我会为万民所有的教牧者和圣徒们祷告 为了下一个行程 宣教团队前往了阿布扎比 在举行首帕聚会之前 讲师吉台之牧师已住在光明中 就是祝福为题正道 可梦话语而聚集的250多名圣徒 聆听话语并以阿满回应 在接下来的首帕聚会上 讲师吉台之牧师传讲了通过全能的首帕彰显的神的全能做工 接着为在场的圣徒们恳切地做了祷告 接受祷告的圣徒们病得医治 做见证将荣耀归给了父神 这给在场的圣徒们增加了信心 礼拜结束后 应圣徒们恳切邀请吉台之牧师教导圣徒们圣经 并进行了一场祷告会 而有些圣徒因回家路远不能参加 深感遗憾 于是以可梦之心先接受了首帕祷告 一百多名圣徒挤在小小的空间里聚心会神地聆听着话语 决心今后要全然遵行神道 今天和宣教团队一起度过了恩典满意的时间 在研修会上 讲师为我们正道 教导我们如何了解神的旨意 并且讨神喜悦 我们能够邀请到吉台之牧师是一种特权 借此我们在灵里得到了成长 吉台之牧师为患者做祷告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神迹 愿神祝福他们 5月11号 为了下一个行程前往了埃及 抵达埃及后 阿奇兹摩根牧师的儿子夫妇 莱达摩根牧师一行 欢迎了宣教团队的来访 第二天 5月12号主日早上 宣教团团队从酒店出发前往聚会地点 为在埃及国内扩大万民事工 由阿奇兹摩根牧师设立的万民基地 特斯安排 一路让警察护卫确保安全 在五旬节教会 在圣徒们热烈欢迎下举行了聚会 讲师及台职牧师 以万事以前隐藏的奥秘为题正道 圣徒们聆听话语 并以阿门回应 随后用全能手帕做了祷告 在场的圣徒们 并得医治做了见证 我从五年前开始 头非常痛 每天一泪洗面 吉台职牧师说 把手放在疼痛部位接受祷告 我在接受祷告之后 感觉有蚂蚁从我的头部出去了 现在头部疼了 看到通过来自万民教会的主仆 所彰显的全能 我深受感动 所有牧会者亲眼目睹了神彰显的奇迹 我恳请博士以后继续派遣 万民教会的主仆人来到埃及 持续并完成事工 当晚在阿基兹穆尔干牧师牧养的 五旬节教会举办了手帕聚会 在圣徒们火热充满的氛围下 讲师吉台职牧师以万事以前所隐藏的奥秘为提正道 他以为自己会永远掌权 在随后进行的手帕聚会上 圣徒们做了病得医治蒙受阴允的见证 其中有一个圣徒做见证说 三年前吉台职牧师来访时 自己腹中怀了女孩 但凭信心接受全能手帕祷告后 腹中的女孩变成了男孩 阿末圣徒做见证说 他原来只有四个女儿 很想要儿子 于是接受了吉台职牧师的全能手帕祷告 结果蒙福生了儿子撒末尔 他的见证让大家蒙了很多恩典 第二天13号 在马格哈加五旬节教会举办了 埃及万民基地牧会者研修会 一百多名牧会者参加了研修会 吉台职牧师以全能的事工为题 讲了主任牧师的见证和全能事工 并告诉在场的牧会者们要想得到能力和全能 但付好牧会者的使命该怎么做 研修会结束后 牧会者们互相分享所蒙的恩典 借此更加充满了起来 我今天参加了一生当中一场最重要的研修会 关于我所运营的电视频道 我的希望就是 与各位合作将这福音传遍世界 向全世界灵魂显明 神无条件难以言喻的深切的爱 如果我们有机会播放万民的正道 我愿意为了扩张神的国度播放讲道 因主任牧师的祷告 我在两座城市举办了聚会和研修会 通过李博士祷告过的全能手帕 我亲眼目睹了惊人的奇事和神迹 埃及深爱主任牧师李在路博士 我们无法忘记 李博士对埃及的关爱和支援 恳请李博士今后也继续向埃及派遣宣教团 因为各位访问埃及 我们生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并成为我们灵里的力量 在灵里贫瘠的这片土地埃及 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助 前往本次出差 在最后一个宣教地 黎巴嫩的宣教团 黎巴嫩是位于以色列和叙利亚中间的中东国家 此次是第一次对其进行访问 在出差期间 吉他一职牧师会见当地的牧会者 还向他们播放了全能影像 借此 宣教团对今后在黎巴嫩将要成就的宣教室 事工充满了期待 活跃成就中东宣教事工的宣教团 忠心祝愿无数中东国家的灵魂接待主得救 愿传扬圣洁福音的信心之举 结上更大的果子 5月5号 儿童节之际 万民的小朋友们献上了儿童主日礼拜 万民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们通过预备赞美中得到充满 并以可慕与真诚献上了礼拜 由此让我们圣徒们也更加期待了今后他们必会成为蒙身喜爱的果子 小朋友们身上所散发的热情并不亚于长年圣徒们 当天李美亦牧师以万民的自豪为题正道 祝福大家无论去哪里都要成为荣耀神的万民自豪的小朋友 忠心期望他们作为万民的幼苗成就良善健康成长 5月12号 为了本着孝顺父母的心 本教会劝诗会举办了父母节主日活动 教务者会议会长李守正牧师对参加活动的老年圣徒们说 大家都是在主里蒙福的人 借此机会让大家满心感恩 大家明白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应该相信谁怎样去生活都有福分呢 随后本教会艺能委员会金珍喜劝诗 和沈赞美姊妹信师向老年圣徒们传递了恩典与感动 接着老年圣徒们和水晶虫唱团一起唱赞美律动 度过了快乐快乐的时光 借本次活动 我们圣徒们一同铭记父母的爱 又彼此分享了爱 接下来是一周快训 6月2号主日晚礼拜将进行之教会主任牧师派遣仪式 6月6号至12号 出差参加2019年以色列水晶论坛赞美敬拜特会 6月9号由吉台职牧师作为讲师献上牙伤外民教会创立11周年纪念礼拜 医治祝福与变化 遇见神的人们 万民的见证 神界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筋或围裙放在变人身上 并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圣经上彰显过的惊人的事工 现同样在全世界彰显 看到通过全能手把祷告彰显的全能 我感受到并且相信 神是永活的 天上有真神 我看到了全然遵行神道的人 有惊人的全能 全能随着他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滴一滴体验全能手帕做工的人们 口中的告白 蒙古万民教会 蒙古万民教会 我在第二次参加礼拜的时候 拥有了信心 神是活在永在的神 我也能得到医治 他出席蒙古万民教会 拥有了信心 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右眼一直流泪 幼儿也听不清楚 我从23岁开始在服装厂上班 因为吃错了药 导致耳朵听不清 我听力不好 人们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很为难 必须把耳朵靠过去 才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以至被人们说成是聋子 被人瞧不起 与人沟通也很困难 自从参加5月17号 在乌兰巴托万民教会 举行的首帕聚会 接受祷告之后 我渐渐能听到声音了 第二天 与李美英牧师见面时 听得更清楚了 那天 我用原本听不清的诱饵 听电话 听得非常清楚 得到医治以后 我可以正常地与人交流了 第二天 巴亚罗塞行圣徒参加了 在蒙古万民教会 进行的圣徒见面会 这里正在进行着 被圣灵充满的祷告会 我在接受祷告的时候 感觉到身体不对劲 手抖得很厉害 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倒下了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 原来我受到邪灵的影响 无法摆脱 无法摆脱邪灵的搅扰 巴亚罗塞行圣徒 他为什么会遭受邪灵的搅扰呢 两年前 我母亲去世了 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 在她去世之后 我特别空虚 经常躲避别人的视线 我很难面对妻子 她有时候会说 有人坐在窗前 或者说 去世的岳母躺在床上 有时候连我和女儿也认不出来 还问我们你们是谁 我特别难受 非常害怕 但束手无策 我考虑过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真的很难过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熬过了艰辛的日子 但在接受全能手帕祷告之后 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我在接受祷告之前 特别害怕 不敢正眼看李美英牧师 但在接受祷告之后 可以抬头看牧师了 身体发抖的症状也消失了 5月19号 在蒙古万民教会首帕聚会上 接受祷告之后 身体感到发热 右眼流泪的症状也得到医治了 我在接受祷告的时候 感觉全身发热 祷告结束后 泪流不止的 右眼也不再流泪了 之前说话的人离我远 我就听不清 哈利路亚 把左耳躲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能听得清楚吗 听清楚吗 听得清楚 将荣耀归于 彰显一致做工的副神 好儿过信仰双活吧 我的身体状况现在好多了 听得更清楚了 邪灵从身上出去之后 与周围的人更加和睦了 以前和人们相处得不太好 总是待在家里 不愿出门 现在自由自在地出门 与人对话 相处得也很好 我的妻子得到医治 我非常高兴 心里平安 又幸福 通过全能手帕 祷告彰显的做工 我感受到了 并且相信 神是永在的真神 她的丈夫也成了 见证的主人公 我的丈夫康伯德 又言失明了 十六岁那年 我在烧柴火时 因失误又言失明了 从那时候起 左眼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开始看不清了 一想到以后我是盲人 非常害怕 在接受我讲师的祷告之前 视力很糟糕 经常流眼泪 看不清小字 后来 我参加了蒙古万民教会 手帕聚会 李美英牧师把全能的手帕 按在我的左眼上 为我做了祷告 我感觉到眼睛很烫 接着视力就好了 多年前 她在干活时 不小心伤了右眼 还残留着伤痕 之后视力下降到0.08 几乎失明 眼睛一直有疼痛 但在接受祷告时 疼痛消失了 视力也好转了 几天前还伤到了腰 接受祷告时 腰痛也消失了 您检查一下腰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将荣耀归给医治她的父神 哈利路亚 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连很小的字也能看清 我太高兴了 感谢为我们祷告的李美英牧师 也深深感谢父神主和主任牧师 爱你们 在蒙古乌兰巴托外民教会 充满得过信仰生活的脱亚知识 之前我脑穴管壁 变薄70% 在参加2008年4月蒙古万民教会 首帕聚会后 完全得医治了 那年秋天 我还访问本教会 亲自与主任牧师握了手 之后 信仰生活更加充满了 然而这种充满没能持续下去 据说在08年 因听力出现问题 生活上经历了诸多不便 我从08年开始 幼儿听不清特别不方便 不仅是丈夫和孩子 与其他人对话也很吃力 因为沟通困难 还产生了许多误会 2018年11月7号 我到医院去检测听力 医生说 我的听力比现年龄低下 还要带助听器 我从08年到现在 一直在万民祭坛 过信仰生活 都十年了 耳闻目睹了 在本祭坛彰显的 许许多多的医治做工 当我接到医院诊断说时 心想 我都接受了主任牧师的祷告 为什么还没得到医治呢 于是先查看了自己 找出最强 有什么事需要悔改 明明体验过 主任牧师惊人的全能 却没能得到医治 想到这 我决心 要凭靠信心得医治 我就摘掉了助听器 他为了凭信心得医治 而做出努力 有一天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当我听到在2019年5月份 宣教团队访问蒙古的消息后 非常幸福 首先 我一祷告做了迎接 李美英牧师和宣教团队的准备 我们全家人为了借此机会 务必得蒙应允 满怀可慕地做了准备 在这之前 我经读了两遍圣经 这一次 讲师访问蒙古之前 我又通读了一遍圣经 并且 我全力以赴地担负了 我所领受的使命 又主动地去做一些 讨神喜悦的事 在我读完圣经的那一天 宣教团队抵达了蒙古 我丈夫在离这儿 300公里之远的地方工作 他也特意回来迎接了宣教团 为了病得医治 同心合意地显出信心的 托亚执事和他们一家人 凭信心参加了手帕聚会 5月17号 我参加乌兰巴托万民教会 举行的手帕聚会 接受了讲师为全体患者 做的祷告 当时我感觉身上火热 随后 我把左耳堵上 用右耳听 感觉听得比以前清楚了 从那之后 我的听力越来越好 19号 我参加蒙古万民教会 创立活动和手帕聚会 接受了讲师的祷告 接受祷告以后 我回到了座位 那时 安赫巴亚尔宣教士正在台上 帮圣徒们梳理见证 我看着他们在做见证 就想我也要做见证 然后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我把左耳堵上 用右耳听 宣教士梳理见证的声音 听得特别清楚 我就赶紧走到台上 想要做见证 可惜时间有限没有轮到我 以前 别人讲话 我听不太清楚 就好看口型猜测 或者大声说话 才能听见 现在呢 有人在旁边讲话 我听得都很清楚 可以听明白 以前看电视 要把音量调到27、28 才能听到一点点声音 现在只要调到12、13 就足够了 听得很清楚 托亚知识不仅听力得蒙了医治 还蒙受了很多祝福 我从去年8月份开始 为甘印化德蒙医治 为全家人和全家人一起做祷告预备 我在5月17号参加了在乌兰巴托 万民教会举行的首帕聚会 并接受了李美英牧师为全体做的祷告 之前我只要有一点点疲劳 就像怀孕了一样 肚子鼓起来 接受祷告之后 病情好转了 现在身体很好 我的左耳听力也比以前更好了 5月23号 我到医院检测了听力 检测结果 左耳听力比以前更好了 感谢医治我 因与我的父神 祖和主任牧师 也感谢用爱心为我 祷告的李美英牧师 我爱你们 哈利路亚 接下来最后一位见证人 他会有哪些见证呢 我的母亲从2011年10月份开始 患上脑出血 晕倒了三次 从那以后不能说话 也不能正常吃东西 我母亲不能说话 没办法与人正常沟通 这给他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不便 他不能自理 只得靠别人照顾 自己不能走路 甲状腺和血压也出现了问题 血压升到250 一家人都为他担心 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最艰难 在我母亲晕倒之前 还不至于那样痛苦 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心我的母亲 我为她做了祷告 我那时候正在寻找祷告的教会 正好认识了蒙古万民教会 我了解到蒙古万民教会圣徒们 每天聚在圣殿祷告 还现周五彻夜礼拜 我就来到了蒙古万民教会 从第一次来到蒙古万民教会 一直到现在 我都在这里过信仰生活 自2015年开始 血压齐齐克圣徒和他的儿子 普洛普德勒兹圣徒 就出席了蒙古万民教会 他们听到黎明牧师 访问蒙古的消息 就凭靠信心 为手帕聚会做了准备 讲师来到蒙古之前 我做了一天进食祷告 又尽力过好信仰生活 还不住地祷告神 在黎明牧师会见圣徒们时间里 蒙古万民教会 圣徒们显出了可慕的心 会见中黎明牧师肯切地向 就连科齐齐克圣徒说明 一直以来你因为家人 因为环境 伤心难过 但是我们圣徒 你有可慕神的心 你应该求神饶恕我 我没有更加感恩 就要悔改 就能说话了 就能说话了 神会帮助你 希望你能悔改 今天和明天 希望你能更加充满 您要求父让我想起 常感到委屈的事做祷告 在与蒋师亲切商谈后 圣徒接受了全能手帕祷告 我的母亲在接受 黎明牧师祷告时 不仅双眼流下眼泪 身体还直发抖 可能是被圣灵充满了 几乎不能说话的 血连奇希克圣徒 在接受全能手帕祷告之后 立即开口说话了 牧者感谢你 牧者 牧者 感谢您 我爱您 我爱您 父神 感谢您 我爱您 父神姻缘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牧者感谢您 我爱您 九年来 你第一次能说话了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太好了 赞美耶稣圣明 赞美耶稣圣明 赞美万岁磐石 告白得 医治之后 深感幸福的母子 现在我的母亲对我说 儿子 谢谢你 我爱你 还总说 非常高兴 她在接受 李美耶牧师的手帕祷告之后 九年来 她变得活泼了 自己多少也能活动了 感谢李美耶牧师 感谢神 我看到了 真正生活在神的话语中的人 随有神迹 还领悟到了 只要遵照神道 成就圣洁 就会成为 大有能力的人 非常感谢 彰显在 秀莲奇奇课 圣徒身上的 惊人的全能 远不止这些 我的母亲患有 甲状腺炎 经常发脾气 性格急躁 粗鲁 有时候 还不吃饭 但是 现在甲状腺炎 没有了 得医治了 以前血压 还升到了250 现在血压正常了 可以自己走路 也能上下楼了 感谢为他做祷告的 李在路牧师和 黎明牧师 感谢神医治我的母亲 感谢在信心里的 所有圣徒 我爱大家 哈利路亚 在父神的空间里 凡是与万事与万民同在的地方 都彰显得全能的做工 神昔日今日 三十七年来 始终如一与这祭坛同在 以无止境的全能成就 忠心期待 今后将更大的 彰显父神极大的做工 将一切感谢 与荣耀归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